大家好,好久不见,新年快乐 那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开箱视频,对,就是开这个 Chanel的新款包包 那这个是我在那个 金沙买的,今天是这样子的 我本来是在那个乌节路 我想看一个包包 然后我就去了Takashimaya的香奈儿店 然后他叫我就是用手机 扫一下要排队,前面有 50多个人,所以我就想说 哎呀,50多个人真的很久 而且他们就是前面排队的人的 服务态度不是很好,所以我就想说 那要不然就是去金沙 因为金沙还有一家Chanel嘛,然后我就 带着我老公就去那个金沙了 然后金沙就超级快 然后里面的服务也非常非常好 所以我还是很开心的,那其实我本来 不是很想买这款包 我是想买那个,叫什么来着 Chanel豆腐包嘛,对 但是那个是季节款,现在就是 新加坡那边只有红色的 那红色我老公说背起来 特别不好看在我身上,就很吐气 所以我就问那个 Sales有没有黑色的包包 然后他就给我看了几款都是新款的那种 然后我也看到了几个很多 比较火的款式的包包 但是试在我身上没有很好看 所以我才想说要不要试一下这款 因为我这款在网上看的时候 它是有一点点什么 就是它那个手把太彩红色了 我就怕不适合我 可是后来我一上升之后我就说 买它买它买它,真的就是 很适合我的包包 因为它那个尺寸其实比较适合我这个身高 我是一米五五,如果你很高 我不懂那个会不会适合你 但是对于我来说这个是正能好的 那现在我们就来开包吧 对,那现在好像是因为过年还是前人姐 他就换成这种红色的包装的 然后里面有一个这个本子 然后呢就是这个盒子 还有一个那个收具 对,这个的话是 我看一下多少钱 5850新币 对,那我觉得新加坡的香奈儿 其实没有什么优势吧 就是价格我觉得不是很便宜那种 好,那我们现在就打开它吧 单手不知道好不好操作 给它解开一下 你看这个金粉弄得到处都是 包包就在这啦 我先放旁边 有一个这个 它有教我就是用这个布来擦那个包包 还有一个防尘袋 就是这一个 Coco Handle的mini号 然后是这个彩虹的这个手柄 然后后面这样 前面就是这样子 然后它的链条长度差不多是这样子 它这边有放一个那个防尘的 我最喜欢就是它里面 给大家看一下 全是粉色的有没有 超级少女性的 它帮我把是个身份卡放在后面 就是有一个拉链在这里 可以看到吗 它就放在里面 它整个里面就是这样子的 就没有了很简单的一个隔层 对 就这边一个这边一个 后面还有一个拉链 中间还可以放卡吧 或者是什么东西都可以 然后因为它是一个 我觉得算小包包吧 不算很大的一个包包 如果你很喜欢大包的 就是要考虑一下 它不是那么的大 然后后面有一个这个 可以放那个卡的 小卡片的 那那个我现在上身给大家看一下效果吧 背上去就是在我这个腰的这一块 差不多这个位置 手拎也是非常可爱的 就是不用挂的话你就手拎着它 也是非常好看的 那其实这一块它是皮的 所以不用太担心 但是我老公还以为它是塑料的 后来他去看一下原来是皮的 所以他才觉得OK可以买 因为他觉得如果是塑料的话就不太适合 还有一个洗手面洗手液 这个可能就装不下了 我看一下 我面洗手液装不下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 在新加坡一定要带的token 现在就是出门一定要用这个来扫 才可以进那个shopping mall 你也可以用手机啦 但是有时候我会用这个比较方便啦 所以就这样子 我觉得容量不是很大哦 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 因为我自己是出门带东西比较少的一个人 那后面的话你可以放你的信用卡什么 就看你自己平常用什么 但我是不用 所以我现在就不放东西在上面了 那整个就是这样子 那这个包会比较要用的小心一点 因为它是羊皮的嘛 我是真的很想要个荔枝皮的 可是因为这款它是没有荔枝皮的 所以没有办法就只能小心使用 那大家如果对这个包有什么疑问的话 可以在底下跟我留言 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见吧 拜拜